广播连续剧《水浒》 第六十一集 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 编剧 冰霜 饶金发 乙福海 音乐音响效果 玉泉杰 贾琪 欢迎 场记 王雪薇 剧舞 王淑平 江平 录音合成 宋铁民 刘湛松 郭玉芝 陈华 主题歌作词 陈汉源 主题歌作曲 傅林 演唱 豪杰 赵京 监制 张克中 丛林 顾问 常树亭 李克勤 郭继 总监制 陈凤辉 导演 王波 郭盈文 那不是天上来的黄河树啊 那是咱百姓流的雪河泪 人有骨头 龙有无尽啊 总是有脸 树有皮 孩子们 春天大气 下滚滚 暖和地 刀发 吹哀阳流 赞争的老天 整个高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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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瘟 亂师如云 乱践如影 建门山下 武松孺之身带领着良山颇好汉 貌似共赏 剑门山上元帅时报亲帅帮元栋军兵奋勇迎击 直打的山上山下 尸击成堆 血流成河 齐兵主帅 讲 我军攻上剑门山正与贼兵混战 可有将作伤亡 这 快讲 史前将军被乱石打死 史晋将军失足 跌下悬崖 将 贼将石宝拼死攻上 我军被迫退回山下 石秀将军不幸战死 华将军他 我送将军干扬 武将军的一条臂膀被石宝飞锤打断 刑人鲁将军拼死救回 这 杨重离滚 血流沐军 是 一等领三千人吧 速去接应他们归来 是 报 起令主帅 驾 武松自断伤臂 重新杀上山顶 正与石宝血战 快 起令主帅 将 将 鲁之身力杀贼将欺名 武松升旗元帅石宝 傅先锋一帅我军 重将攻占了剑门山 特差小人前来禀报 武松现在何处 朕被抬回 武松 剑门山路 血染蔽也 剑门山风 遍布雪光 宋江走出帐外 眼见几位军士 抬着断臂的武松 匆匆而来 不觉一阵气 放下来 武松 娃儿兄弟 哥哥 哥哥 在这 放下来 快 先帝 你一受重伤 切莫硬撑 哥哥 我是伤在地上 又不曾伤在腿上 要不是只身强硬着 俺才不踏在上面 当内的鸟醉呢 娃弟 杀家是见你灭入死灰 怕你有个闪事 向哥哥不好交代 才让你躺在上面享福 却等地 又来怨爱 我弟 我弟 二位先帝 切到帐内说话 走 走 去 不要财富 二位先帝 请上座 哥哥 因为你等兄弟 背下了 请功酒 哥哥 敬二位先帝 一 拜 二位先帝 请 多谢哥哥 好痛快 哥哥 我二位多日不曾饮酒 可否 先帝 开会 唱饮 考虑 三家也喝个痛快 请 好酒 好酒啊 痛快 痛快呀 哈哈哈哈哈哈 齐力度帅 走 贼兵援帅石宝 已经带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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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金 杠雷 死 带石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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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恩 我家宋千锋在此 还不跪下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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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胡家胡威 瞧我石宝好笑 石宝 你抗拒天兵 杀我战将 罪得万死 还敢如此狂妄 宋千 你这不仁不义的黑色 我石宝纵然一死 也要化为厉鬼 要你偿还我死难兄弟的血腿 来人 对 将石宝 打入囚车 戒王 京师 大 大 大 宋千键 你敢当朝廷英权 坏我方元重 大爷 日后 你不能好死 压下去 压下去 其满 先帝 兄长 亲属无二貌美 小弟 欲请石宝元帅 喝下这碗酒再走 这 贤弟 请便 石元帅 石宝元帅 武二竟已是条汉子 可与元帅一礼相待 有道师 不打 不成敲 石元帅 如是心胸如海 摒弃前仇 就竟喝了武二 这碗酒 如何 武将军 石宝早就问听梁三婆 有个打虎的英雄 不想今日 却在剑门山 性命相搏 此乃 天意 武将军 我石宝被你所亲 自当心悦成福 绝不怨恨 你被我断去一条臂膀 也休要怪罪 今日 石宝喝了你这碗酒 但愿来生相见之时 能成为甘胆相照的生死地 武松正是此意 好 好 多谢武二郎 石宝 去 慢点 石宝 认得撒家吗 华和尚鲁智深 全大镇关西 盗拔垂扬柳 石宝 既有文大名 近日剑门山顶 连杀我七元猛将 郭振名不虚传 可惜 石宝无缘 未曾与你彼此一番 好 撒家 撒家 就喜欢你这样的硬寒 安吴松先帝 送你一碗酒 送得好 撒家 原帅 原帅可知 接望东京帮运动的将领 各个军备 零其处死 三千六百刀 要挂上 三日方柴送命 死得不快活 撒家 竟你是个英雄 不认你再受死欺辱 不如 撒家送你个痛快 指申 多谢 大师 聪马哥 撒家 威风将领 擅自杀了石宝 甘军领队 大师 说哪里话来 这石宝 虽然伤了我诸多兄弟的性命 但此人 忠烈勇猛 也实是令人 惊讽 大师此举 正是英雄 西英雄 入情入礼 何罪之有 来人 在 将石宝 后葬鱼 建文山 是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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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时惊慌 建文山 被宋江公布 石宝 元帅 将 石宝元帅 被宋江害死 之宋江 好啊 藏 把 资宝 之宝 陛下楼民中, 今凡有少兄弟十保, 方辣不保此仇, 事不为人。 来人!陛下! 传日下去, 所有将士齐集邦缘度, 朕要御驾亲征, 与那宋将决于死战。 陛下息怒,陛下, 宋将成胜而来, 士气正盛, 不如暂且坚守, 避其锋芒, 带到宋军疲惫, 再行出兵。 宋将那死, 虽然破了我尽门声, 却也损兵折将, 元气丧尽。 我帮袁洞尚有三万精锐之师, 数十元羞勇之将, 怕他何来? 陛下!请陛下三思! 陛下! 休要啰嗦! 朕亦一决, 不杀宋经, 朕尸不挥魂! 朕尸不挥魂! 我等追随陛下, 征战多年, 如今大敌当前, 岂能贪生怕死, 让陛下独自迎敌。 既然陛下胜意已决, 明日与凤江决战, 我等, 毕齐心协力, 奋勇杀敌! 众人是干脑徒弟, 死而无怨! 干脑徒弟, 死而无怨! 好, 好兄弟! 自撤其造反, 我方浪早就将生死支支度外, 如今宋军叮临帮远东, 我等, 再无退路! 只有拼死一战, 杀败宋经, 死里逃生! 纵然战死沙场, 九泉之下, 见了我那些阵亡将士, 方拉也温馨无愧了。 终为爱情, 二十年之后, 又是一群好汉! 约随陛下, 绝战宋家! 走! 贼兵人人代孝, 定是为其元帅食宝取哀呀! 如此三万军兵, 必早已报定死战之一! 与哀兵相战, 乃兵家之大忌, 不如暂且坚守不战, 且避其锋芒! 岂有此理! 今日方拉, 经抄而出, 正是将其一举奸列之日, 大功告成之事! 将军此时不战, 更待何时? 莫非是宋将军害怕了不成? 王大人! 宋将既奉之争讨, 岂有临阵退所之意! 今日不战, 来日方拉逃走, 你到哪儿去抓? 若是抓不到方拉, 圣上面前, 你我怕头不好交代吧! 王大人, 非是宋将不战, 实在是连番血战将是伤之甚重! 军兵未曾歇息休养, 怎能与这三万生力之军, 熬战死伤! 何况我军只剩两万余人, 敌众我寡, 实在难操胜权! 既然如此, 宋将军且放宽心! 圣上所派一万御林军已经到此, 本官亲去提掉! 带你帅兵与方拉厮杀之时, 本官帅君抄他的后路, 你看如何? 此话, 党真, 亲真半确! 君无戏言! 君无戏言! 既然王大人肯调御林军相助, 宋将这就点将出兵, 只盼王大人火速带军前来, 前后夹击! 是一举谱! 那是自然! 宋将军下官告辞! 恕不愿宋! 大人在! 鸡骨神杠 好短短的一方田地 不知道哪日 划来一阵阵风 垂落了这面积 哗啦啦的大气 哗啦的大气 为什么刻薄 拧不大腿 为什么浩瀚 结果是悲剧 阿久阿久 阿久高晴天 三思火焰不鲜 这口浪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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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松由陈迪扮演 鲁智深由邵德兴扮演 施宝由金建国扮演 方辣由田苗扮演 王炳由碧辉扮演 解说王波 参加演播的还有宋得斌 陈小光 朱恩赞 陈兵等 由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 中外合资哈尔滨万龙国际药 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乐和乳瓶厂 哈尔滨铁道建筑安装总公司 鲜河鲜 鲜河鲜 巴酒 巴酒 巴酒高清天 放肆火焰不鲜 只靠我能寄 只靠我能寄 哈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